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超级美食家的这段影片非常重要 我们有上传到YouTube上去 因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在日日幸福出版了 卷卷卷蛋糕卷的摆变造型与风味的作者冯家慧 家慧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是因为 暑假的时候很多家庭主妇在家里 要做东西给他的小孩子吃 可是呢蛋糕卷你会做吗 今天家慧呢在我们超级美食家 节目一开始就要示范 蛋糕卷怎么卷 家慧先跟大家问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瑶瑶姐好 哈喽家慧今天是特别特别 带了一盘 这是一盘对不对 对一盘 一盘烤好的平平的蛋糕 然后呢要在现场给大家示范 怎么样做蛋糕卷 等一下家慧你不要那么急啦 家慧我为什么看到你这一盘蛋糕上面已经有纹路了呢 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刚刚在放凉的时候 制凉的时候它上面有个网架 所以这不是用刀子割出来的 还没有对不对 还没有还没有 所以等于是有没有这个纹路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好所以等于是现在烤了一盘蛋糕 这个蛋糕卷的蛋糕基底的厚度是多少 大概是2.5公分吧 2.5公分 好现在就要示范怎么样挤鲜奶油怎么卷哦 开始 嘉慧 好 那因为我鲜奶油是从那个家里带来 所以我把它放在那个起花袋里面 你怎么卷的这么随便 你怎么就这样子 等一下 这个抹平就可以了 涂匀 对 抹均匀 抹均匀 这个其实在做蛋糕的蛋糕卷的难度是高还低 呃其实哦 不会太难 其实它稍微有一点点技巧啦 但是你只要稍微待会注意一下都没有问题 好 所以等于是家庭主妇在家里要做自己喜欢吃的蛋糕卷 是OK的 对 对不对 对 好 他现在在把它涂平 还有就是怎么搞的 我觉得你好小气哦 鲜奶油没有很多 是本来就不能那么多 对不对 啊不是这是奶油 哦这是奶油 因为我今天方便携带的话 我就是带打发的奶油 哦打发奶油 对那因为如果说你可以现场打的话 它奶油是很松很蓬松的 哦所以是不一样的 对它就很好挤 所以我也可以涂鲜奶油 也可以涂奶油 然后还有就是我为什么故意会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本来就不要涂太厚对不对 对因为奶油啊 其实呃它是增加它的滑口性 嗯对那其实 近拍给大家看哦 它其实是薄薄的一层 好像在打底一样对 一个粉铺粉的一个感觉对 等一下嘉惠你有可能把它抹破吗 哈哈抹破也没关系 把它再抹回去 对它是在里面的所以没有关系 那你们闻到有一点点淡淡的酒香气 有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加了一点蓝木酒 哦等于是你在这个奶油里面 对 你一边讲话你一边动害我好紧张 哈哈哈哈 它现在要捧起来咯 对没有我只是要把它一个位置 因为刚刚它的位置有一点偏掉 等于是要在烘焙纸的正中间 对在中间 它其实现在有铺一个烘焙纸在下面 对然后我们在这边会留一个 大概五公分的一个厚度 嗯五公分的厚度 好那我会在这里面啊 因为这个蛋糕卷 它有做一点点的酥菠萝 酥菠萝 对 增加它的口感 对那吃起来就会酥酥脆脆的很好吃 可是这个蛋糕卷的配方 在你的这一本卷卷卷 蛋糕卷的百变造型与风味里面有吗 有一定有 有这一款对不对 有非常好吃 好看一下酥菠萝 就是菠萝面包上面的那个酥酥的那个 我可以这样解释吗 很类似 很类似 对很类似 它吃起来有一个口感 对然后酥酥脆脆的 嗯 把它均匀的敷在上面 就是算第二层对不对 对 嗯哼 我们家七字里纹 脖子伸得好长哦 很好奇它是甜点控 哈哈哈哈 这个很好吃 很好吃 好 好 那我们要在卷之前啊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稍微用抹布 嗯哼 擦拭一下 桌子要吃 对 因为你这样在卷的时候 你才不会一直往前跑 哦 增加它的摩擦力啊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好 然后我们在蛋糕的 靠近自己的地方 我们大概轻轻的划三条线 是不要把它划断吗 对 不能切断 很轻很轻哦 对很轻 好 怎么卷 好 那你就后面放一个擀面罐 面罐 对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拉上来的时候 往下压 嗯 一开始你就要压 你不要到很厚 就是一大一大块的时候你才压 嗯哼 这样待会的话它会 里面它会没有卷进去 会松开的意思 对 诶 你这卷好轻松哦 你就是把它拖过来而已 就拖过来而已 没有用力哦 没有用力 而且都没有碰到蛋糕底哦 对 都没有碰到蛋糕底 对 然后你我们可以看一下侧面的部分啊 嗯 你看它是不是接缝处在下面 对接缝处在下面 那我们就稍微轻压一下 呵呵 就接缝处在下面轻压一下 对 这样子拉 就是上面的这个纸啊 把它这样卷回来 然后轻轻的拉回来 嗯 这样就可以了 轻压 对 诶 诶 诶 好快 哈哈哈哈哈哈 对 来 我让家 哦 我知道了 你这个本来就是做酥菠萝的蛋糕卷 对 因为外面这一层已经有一层酥菠萝啦 对 对 然后我把它增加它的口感 再另一侧 然后会更加的酥脆 好 为了要证实嘉惠的蛋糕卷做的很成功 你现在开一半给大家看 有没有松掉呢 好 我们家立文又在笑我了 看这个技法 诶 可是卷得好轻松哦 对 诶 诶 好漂亮哦 等一下嘉惠你拿起来 拿起来 对 拿高一点 给大家可以看到断面哦 有没有 诶 好美耶 很漂亮 诶 所以很轻松的就可以做蛋糕卷了 对 是不是 是 好啦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那进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哦 好 嘉惠请坐 谢谢 我们今天要请嘉惠来继续跟大家聊天 因为呢也是一样啊 听众朋友放假的时候本来就要在家里做一些吃的东西 而且是要动手做 对不对 大家才会知道才会感到幸福 让大家到现场 等一下嘉惠我先过来一点 我们先把这个还你 好谢谢 来 几分钟 五分钟 哦那还好 嗯 没有很夸张 好 然后我们要现在要继续录了哦 好 好 很酷哦 来 很酷 真的很酷啊 因为他刚刚超轻松的啊 很酷啊 我要给大家看 他其实蛋糕卷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费力啦 他其实有几个要诀 就几个要诀 如果你有掌握的话 好 嘉惠你这个麦克风别在身上 好 因为我们等一下收音的时候 因为刚才没有跟你别是因为你刚才动来动去 对我怕麦克风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好 来 继续 好 那我们准备来咯 好 好 来 三 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卷卷卷 蛋糕卷的百变造型与风味的作者冯嘉惠 嘉惠再度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跟大家分享蛋糕卷 我问你小孩子是不是最喜欢蛋糕卷 对 那我就是小孩子 我们家气质丽文也是小孩子 我做广播做了六年多 第一次看到我们家气质丽文 伸长了脖子 在看是什么美食 因为我们家气质丽文很瘦 他其实不太吃东西 对啊 这么好奇 好 我们来看 嘉惠你把那一页展开来给大家看 他刚刚示范的这个蛋糕卷就是叫什么名字呢 菠萝卷卷 就叫做菠萝卷卷 说啊我们今天YouTube上有放影片 听众朋友很轻松就可以看到菠萝卷卷 我们来讲一下菠萝卷卷的要诀好不好 好 因为我发现菠萝卷卷是外有菠萝内有菠萝 对 那我们菠萝卷卷 其实我们这个打法的话 他是用法式的打法 就是你的蛋黄也打发 然后蛋白也打发 我们再把它混合均匀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面粉 然后塞进去 然后再加那个奶油 对 然后拌匀这样 王若瑶瑶又不专心了 因为呢 欢迎 当佳辉在讲话的时候 我自己再给自己切一块蛋糕 然后呢 然后一开始的话 我们当然会先制作上面的那个菠萝薯 酥菠萝的部分 那先把它烤到 就是把它捏松散 然后把它烤到酥酥脆脆的 然后我们放凉了以后啊 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做 就是来做那个蛋糕卷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铺在上面 然后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看它 瑞瑞姐你可以试吃看看 上面的话会酥酥脆脆的 不是啦 因为这个哦 这个菠萝就等于是 它其实会一直掉下来啊 我很紧张 就比如说我紧张的原因是因为 它掉下来 我是想让它掉在我的嘴巴里 我是不想让它这样掉的到处都是 那所以我其实就在给大家看 你知道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等于它的外面跟里面都有酥菠萝的味道 你不用紧张啦 掉了就掉了没关系 嗯 哦你说你今天的这盘蛋糕是早上烤的 早上烤的 哦好新鲜哦 对 可是这个蛋糕体也可以做变化对不对 可以你可以换成巧克力啊 或者是你要换成你喜欢的口味 比如说你要换成抹擦 其实这个风味上都可以去做改变 而且其实这个蛋糕体有一个好清新的味道 是什么东西呢 嗯 我里面有加了一点点的莱姆酒 哦难怪 我有吃到一个好清新的感觉哦 对 然后它吃起来还会有一点香气在 嗯 对对对 而且给大家看哦 如果有追上YouTube的直播的话 会发现这蛋糕体 你知道就打发的很好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 很清楚 你知道这个蓬松感 如果你们没有吃到嘴里 王若瑶现在在吃啦 你们看这个断面也知道 这个蛋糕卷算是难度低的蛋糕吗 算是难度低的蛋糕 因为其实我在做这个的时候啊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参与的 嗯 怎么说呢 来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啊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调色的部分 或者是有一些画图的部分 然后我们都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参与这样 好 我们今天其实就完整教大家 怎么做一个蛋糕卷 然后呢 大家可以去想家里的设备 是否可以做一个蛋糕卷 嗯 好不好 好 等于是用一种轻直的角度来教大家 嗯 苏菠萝算是呃 比较进阶吗 比较进阶 我们从最基本的教起好了 你要教哪一种口味 嗯 教哪一种口味 啊不然我们来讲一个肉松的好了 肉松啊 好喜欢啊 哈哈哈哈 他也在了 对 肉松的这个蛋糕啊 其实它基本上都是用那个戚风蛋糕的打法 因为有时候 其实你在做戚风蛋糕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难度就是你打不法 好 等一下哈 戚风蛋糕跟刚刚讲的法式有什么不一样 戚风蛋糕我们就是分担打法 嗯 那法式的打法它也是分担 但是戚风的蛋糕的蛋黄的部分它没有做打法 哦 我自己是觉得戚风蛋糕的弹性更好了 对 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戚风蛋糕是压下去它会弹回来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的法式蛋糕因为它的蛋黄的含量非常多 所以它吃起来它的蛋香也会比较香 所以不是所以我才会讲说这个蛋这个蛋蛋糕卷的味道好独特哦 对对是不太一样 那所以等于是要教大家做的是肉松蛋糕卷要用的是戚风蛋糕的基底对不对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让王润瑶把手上的酥菠萝丢进嘴巴里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哦连酥菠萝都好好吃哦 谢谢 天哪而且你知道因为你的油油用的很好所以很香 对它没有那种怪怪味道 我讲对不对对没错它没有那种怪油味 好来继续 好后半三段哦 好来 好那我们 还没还没还没 我还没有开始 哈哈哈 不好意思来 我先开场来 准备来哦 3 2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非常高兴再度邀请冯嘉惠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教新书里面日日幸福所出版的卷卷卷蛋糕卷的百变造型与风味 对今天要教大家在家里以亲子亲子互动的方式来做我喜欢吃的肉松蛋糕卷 你好会选哦 我觉得肉松蛋糕卷谁不喜欢呢 因为这个是饶哨咸鱼 咸咸甜甜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味道就耍酸咸 就停不了的滋味 刚刚呢其实呢嘉惠已经聊到了蛋糕体采用的是戚风蛋糕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等一下戚风蛋糕小孩子可以帮忙吗 可以当然可以 小孩子能做什么事 比如说我们有一锅是蛋黄那一锅 那蛋黄那一锅它的大概大概它里面的部分就是水啊 然後就是細砂糖 然後就麵粉 然後跟蛋黃 你把這一鍋把它拌均勻 這一鍋小朋友來做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它並不需要講究要特別什麼 沒有 它隨便畫圈都可以 對你就把它拌勻而已 這個部分它不需要有特別的技巧 比如說什麼筋杏啊 順時中逆時都不用 對這個沒有問題 那另外一鍋你跟媽媽可以來做 就是打發蛋白的部分 那我們一定一個鋼盆裡面 它放了新鮮的蛋白 好那你只要記得你的蛋白的那一鍋裡面 不要有油脂的東西 那所謂油脂就是你的蛋黃也是油脂類 你的分蛋要分的乾淨 然後我們就 鍋子要洗乾淨 對鍋子要洗乾淨 對那我們打發了以後 稍稍有一點粗泡沫的時候 我們就把細砂糖分次把它加進去 那我們在分次加進去的時候 它的蛋白啊它就會打得到 它就打得那個很膨發 然後最後的階段你會看到 它要有一個像鳥嘴的狀態 嗯就是這個你知道這個蛋白 拿起來之後它會垂下來 對對對 像一個鳥嘴垂下來 對像一個鳥嘴這樣垂下來的狀態 那這樣的狀態就是可以 那可以的話我們就把剛剛的那個蛋黃 我們就先取一點點的蛋白 到我們的蛋黃那一鍋 然後去把它拌均勻 拌均勻之後再把整鍋倒回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是因為比重的問題 如果你的蛋白和蛋黃的比重 它是不相當的 那你直接拌的時候它會拌不合 所以我們就先把蛋白取一點點到蛋黃 讓它的比重變輕 所以目的是要讓它均勻 對對對對對 那整個拌勻的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倒到那個拼烤盤上面去烤 那其實最大的問題可能是 有些人可能抹不均勻 嗯對那其實抹不均勻 我們有我們現在都有那個抹刀 你可以稍微把它推 不能摔一摔嗎 先抹 抹了以後我們才會敲 敲兩下我們才會進入 哦也不能敲的太過分啦 因為你就是要它的蓬鬆對不對 對 你打發的就是要它的泡泡 可是通常在這個階段 都還是簡單的 對 對不對 對 那通常那後來我們就會放進烤箱 烤箱記得一定要預熱 然後我們大概都是用180度 上回180下回160 然後我們大概烤個18分鐘 然後就出爐了 其實這個階段大部分大家 如果你的蛋白有打好的話 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在這個階段 我要準備下一個階段的東西嗎 比如說肉鬆拿出來 你先吃一口我先吃 哈哈哈哈 大家有單吃肉鬆嗎 我每次晚上看電視 有的時候晚一點無聊就在吃肉鬆 老師都快昏倒了 哈哈 有嗎 有會這樣子講嗎 對 有要準備什麼嗎 呃其實這個就是沙拉 沙拉跟肉鬆 就兩樣材料 其實我為什麼會 沙拉跟肉鬆 在超市你都可以買得到 而且老師講沙拉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可是通常你知道就去買 你自己喜歡口味的沙拉 有的偏甜有的偏酸 對不對 就很合適 所以就等於是不用急 就等了十幾分鐘 十八分鐘 十八分鐘 叮一下起來 對 要放涼嗎 你一出爐的時候 我們要重摔摔一下 然後把它拖出來 從那個紙盤 那個烤盤裡面拖出來 然後把四邊的紙撥出 撥出以後我們就放在一個 製量架上面 那因為 所以剛剛製量架上面會有那個格子 就是細條狀 所以你剛剛看到蛋糕上面會有一條一條一條 所以等於是你在製量的時候 是讓蛋糕趴著 對 對不對 還是說上下的角度沒有差 沒有啊 沒有 沒有差 就是只是把它拖開來 拖出來 那表面還是在上面 嗯 好 那所以我看到那個痕 我說哎呦天啊 怎麼那麼厲害啊 嘉惠怎麼畫這個條畫得那麼整齊 因為他現場還帶了一個鋼尺來 結果不是原來是製量架的壓痕 對對對 要完全涼透 對一定要透 然後透了以後呢 我們再把它翻面 嗯 對 哦 翻面 對 翻面 那剛剛其實看到那個是已經翻好面 對 對 那翻面了以後啊 我們就把那個沙拉 沙拉末 等一下我有問題啦 因為我剛剛其實在吃哈 對 呃 家惠剛剛在現場捲的這個蛋糕捲 我覺得他這個蛋糕的質地好軟喔 我這樣翻他會破嗎 其實不會 就不用擔心的 因為我出手出腳 就比如說聽眾朋友聽 就比如說第一次做蛋糕 會不會覺得好像有一點他很脆弱 很細膩這樣子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就一翻面他破了 那就不能捲啊 其實我可以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如果你像你第一次 因為他有一面他是碰在那個 就是一開始墊下去的紙 碰被紙的這個 對 他第一次翻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掉下來 因為他上面他有那個濕性的 他還黏著嘛 黏黏著 對 所以他就翻過來 他就不會破 那你是不是要把他的紙 撥除了以後 對 我們要再把它翻回來 是 那你翻回來的時候 你可以像我就會準備那個 等一下來來來 你會準備什麼 不可以離開麥克風 你會準備什麼 好 我們會準備烤肉網 烤肉網 對 他今天帶烤肉網來 真的還假的 真的 你真的想要完完全全傳攝給我們聽眾朋友 完全不保留 今天 真的 我沒有叫嘉惠帶這麼多格西來 他後面背了一大包東西 對 烤肉網能幫助我什麼呢 可以 因為啊 你下面都墊了一張紙對不對 然後你上面也墊了一張紙 那你的蛋糕不是在中間嗎 假裝這是蛋糕 這是我的蛋糕 好 好那我們就把它上下夾住 輕輕的 然後就這樣子翻過來 喔所以他就翻面了嘛 對這樣就翻面了 就不用說很緊張 你知道我的手要怎麼抖 對 怎麼拖 因為大家媽媽就會很擔心 因為第一次通常都是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 那其實我找的這些器具啊 或者是食材的東西 就是在那個超市裡面 都可以找得到的東西 你好細心喔 因為老實講 當將會在講說 這片蛋糕翻面 我其實就有一點流冷汗 大家知道這一盤蛋糕的最大直徑 有40公分 對不對 你知道因為我現在 因為他現場就捲了一捲嘛 他有40公分 我今天連翻一張餅 我都緊張兮兮了 更何況翻的是一大片 一大片像紙一樣 即使它的厚度有2.5公分 就像紙一樣的一個蛋糕體 對不對 我其實就會很擔心過程 而且我做的是蛋糕卷 如果破了 對不起 大家沒有蛋糕卷吃了 你就一個人一口蛋糕 自己去塗鮮奶油也好 奶油也好 就自己塞進嘴裡 然後再放一點 喔不是喔 要擠美乃滋 然後放肉鬆 做三明治自己吃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蛤 你好細心喔 那袋子裡還有什麼給心 我說奇怪 怎麼後面有一大袋什麼東西 我在搞不知 我說你帶什麼呢 剛剛主要是那個 裝那個平好盤的蛋糕 你真的很好 來來來來來 因為他要教大家做蛋糕卷 然後我想說奇怪 他在背 他背什麼東西 怎麼背那麼多來 好 來來來 好 否則你背那麼重來 都沒有給 然後你那個尺 要幹嘛用的 我就不懂 好等一下 來來來 我們來介紹工具 好來 還有剪刀 剪刀要幹嘛用 沒有剪刀 只是剛剛剪 好來來來 你看我什麼都好奇了 那掃把是掃地的嗎 哈哈哈哈 你所收聽的是 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 王瑞瑤 今天邀請在日日幸福 出版了 卷卷卷 蛋糕卷的 百變造型 與風味的作者 冯家慧 家慧來教大家 做蛋糕卷 而且是故意 選在暑假的時候 請家慧再一次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希望親子能夠在家裡完成這一道非常美味的甜點 他今天教大家做的是肉鬆蛋糕卷 我很愛的肉鬆蛋糕卷 而且這些材料取得都非常簡單 剛剛已經有教大家 小孩子要負責做什麼 大人要負責做什麼 而且呢也解答了王瑞瑤 出手出腳的王瑞瑤 擔心翻蛋糕的狀態 那我才講說我怎麼看到 家慧怎麼今天背來一大袋東西 把這些東西給西豆拿出來 我們從工具的部分 免得他今天白背了 背這麼重都沒有介紹給大家看 家慧除了兩個烤肉架 幫助把蛋糕翻面 還有什麼東西呢 好 那簡單這個就是擀麵棍 擀麵棍就是幫助我們就是把它 那蛋糕就是捲起來的那個 剛剛在捲的時候 墊在後面 墊在下面跟後面 等一下我剛才要順便問一下 其實蛋糕卷你沒有碰到蛋糕啊 其實沒有碰到 他就有點像在捲壽司的概念 沒有壽司會碰到壽司會壓 就比如說我剛剛看到家慧 聽眾朋友如果沒有追上 剛剛的影片就重新去看 YouTube一開始的時候這段影片 我看家慧 你雙手都沒有碰到蛋糕 只是用烘焙紙的壓力還有擀麵棍 拖著這個手勢把它捲起來 很輕巧好輕巧喔 對沒錯 我們就是通常就是用那個紙啊 用那紙軸 沒有壓到喔 沒有壓到 那你就紙軸稍微捲 然後你就把蛋糕這樣帶起來這樣子 整個順勢捲起來 對不對 好厲害 好所以這是擀麵棍的功能 還有你今天還帶了一個烤盤 對還有一個烤盤 烤盤好淺喔 欸這個就是他大概他的就是39.5x32.5的一個大小 真的就是我講的40公分 好厲害 對 就剛好是在捲一個蛋糕捲 對那其實這個他捲出來的話他可以做成一般的市售的蛋糕的兩條 喔這還可以捲成兩條 對他大概就是因為市售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接近兩條的狀態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早餐下午茶都包拌 都可以 而且因為他做的是鹹甜口味嘛 然後你手上拿的這支呢 這個叫抹刀 抹刀 對 就是我們剛剛在抹 對 對 我如果抹這個蛋糕麵糊也是用這支嗎 也是用這個 也是用這支 對 裝飾蛋糕也是用這個 好啊這支其實跟平抹刀不一樣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角度 對這就叫做L型的抹刀 那其實 我看一下L型的抹刀 我好好奇喔 因為我們我從來沒有做過烘焙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是一個烘焙的小傻瓜 覺得這個好好玩 對 L型的抹刀 他就會很方便操作對不對 對很方便操作 OK 好 緊接著下來我們要完成 完成剛剛所講的肉鬆蛋糕捲了 因為呢 都已經放涼了對不對 對 可是我怎麼確定他有烤熟 烤熟的時候你在出爐前啊 你不要完全離開你的那個 那個烤箱的時候 你就把那個紙啊 他剛剛不是在便便的紙 撕起來的時候 然後你就把他的蛋糕肉和那個紙 把它撥出來 撥除的時候 你就稍微摸一下旁邊 他如果乾乾的那個蛋糕就熟了 我以為是偷吃一口確定一下 蛋糕就沒有了 那待會就會去一覺 對 哈哈哈哈 所以就等於是看起來乾乾 摸起來乾乾就表示他熟了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還沒有熟的話 你那個紙是沒有辦法撕開的 沒有辦法撥出 我本來想到的是土法煉鋼啦 比如說拿一個竹籤搓搓看 可是這樣我的蛋糕就很醜啦對不對 蛋糕 這個是平烤盤蛋糕的話竹籤比較 試不太出來 因為他就是很薄嘛 2.5嘛對不對 對然後所以他刺下去的話 你會不明顯 嗯哼 那我們平烤盤的通常的試驗的方式就是 把那紙稍微撥出來 摸一下他的乾乾爽的程度就知道了 好 那我現在已經都放涼了 放涼了之後我要怎麼操作 才會變成我要吃的 好 放涼了之後啊 我們就會抹那個沙拉 你四瘦的沙拉 然後在上面用L型的抹刀抹一抹 嗯哼 抹了以後我們就放我們的肉鬆 嗯哼 那這時候小朋友 其實你剛抹的時候就可以給小朋友抹了 嗯哼 可是我剛剛看到我們在製作 這個就是現場製作的這個菠蘿蛋糕卷對不對 蘇菠蘿蘿蛋糕卷的時候 我發現你的這個奶油抹的比較薄 那如果變成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肉鬆 也是像沙拉不能多對不對 呃我盡量都會不會太多 當然你你喜歡吃沙拉的話 你可以再呃放的量可以再多一點點 嗯哼 其實我現在不能貪心 因為它是捲起來的東西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我一直都想到春捲啊 哈哈哈哈 我一直在想到大家吃輪拼啊 都很貪心 包了一大堆之後 到時候捲不起來 對不是不是捲不起來 是裂開 就比如說它會有讓人家覺得好像 它會變成一個瑕疵品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都認為我要用一種比較節制的方式 來灑料也好 來塗醬也好 其實不用擔心 其實這個不會 因為你在抹這個不管是沙拉醬 或者是你你今天用我們今天這個是奶油 嗯 它都是薄薄的一層 它只是為了要讓它黏起來 跟蛋糕挺黏住 它算是個黏著劑 對對對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打的是鮮奶油 因為鮮奶油是很蓬鬆的 就像我們外面做的生乳捲 它必須要厚厚的 那厚厚的話 就是變成你的鮮奶油你要先打發 打發了以後 你要放在那個蛋糕平烤盤的上面 對你烤好的蛋糕上面的時候 它會很比較鬆軟 比較鬆軟的話 你會稍微比較難操作 但是就是一樣是把它捲進去 操作方式都是一樣的 所以難易度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在現場示範的 還有我們現在教大家做的這個肉鬆 都是它要的這個黏著劑 都是比較少的 對不對 跟鮮奶油打發那又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不過我比較喜歡鮮奶油打發比較少 就是不是不是我比較喜歡 不要一口都是鮮奶油 就除非你的鮮奶油很好 我這樣講對不對 是這樣講法嗎 因為其實現在也有很多 他們會出了就是北海道的鮮乳 乳霜啊 然後就是鮮奶油 然後吃起來是它的風味會很強烈 那你自己用哪一種呢 北海道的那個乳霜 北海道然後你自己再把它打發起來嗎 對打發它就會打到很蓬鬆 可是它會變成比較不容易攜帶 比如說我們在做這個部落捲捲 或者是我們在做肉鬆捲的時候 我們是把它捲好了以後 我們放在室溫以下都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你如果說相對的你要做到那種 像用北海道乳霜做出來的那個蛋糕捲的時候 你必須要放在冰箱定型可能兩個小時 你才能去做切分割的動作 所以它不能夠立刻切割 不行 因為在現場的這個剛剛就捲好了 我就切了 我已經吃了一片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還要再等兩個小時 可是我要問一下 如果我今天做的是鮮奶油的蛋糕捲 我也不方便攜帶去郊遊旅行吧 我可以這樣講對不對 對 它其實就很快就會 化掉 潰潰 我本來要講說潰散 對不對 它會變扁掉有點塌掉 口感應該也不好吧 沒有那麼好 它那個一定要餅 所以大家知道嗎 愛吃蛋糕捲的人就可以知道裡面的學問很大 是不是 好 然後呢 我們其實今天先教大家做的這個是肉鬆蛋糕捲 其實就是剛剛在影片示範的捲法 立刻捲完了就可以切片 切片就可以吃了 帶多遠都可以吃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好 今天嘉惠還另外帶了一盒東西來 黑喜三妹 來 來 我上課 我上課 這個美到不像話 可是它現在不能叫那個芋頭書 我給大家看 為什麼 我給大家看 大家有看到彩虹色 彩虹色嗎 蛤 什麼顏色為什麼可以捲成這樣子呢 這個太誇張太美了 我不會吃 我會先拍照 來開始 好 最後一段7分鐘 嗯 等一下我先拿一個在手上給大家驚豔一下 太美了 來 好準備來了 來7分鐘 來3 2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超級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瑤 聽眾朋友我們今天邀請的貴賓是 在日日幸福出版的捲捲捲 蛋糕捲的百變造型與風味的作者冯家慧 可是今天嘉慧呢帶來了一個甜點 這個甜點啊 我現在拍給大家看 如果你們有追上youtube的影片 而且一定要去追youtube的影片 就會發現奇怪為什麼彩虹在點心上面呢 這麼美 這不是蛋糕捲啦 嘉慧這是什麼 這個叫芋泥香風 因為其實這個是芋頭書的一種 我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顏色喔 剛剛這個顏色有一個紅橙黃綠藍墊子 剛剛後面那是藍墊子 這是紅橙黃綠 好鮮艷 這是粉 粉綠 粉黃 粉紅 有沒有看到這個書怎麼會捲成這樣子呢 嘉慧你這本書叫捲捲捲捲點心了 書上有介紹這個嗎 書上沒有 你說它叫什麼名字 玉 其實它是芋頭書啊 芋頭書 對 芋頭書可以做成彩虹 彩虹喔 對 這是什麼想法 其實它只是應用顏色的變換 等一下我發現它其實每一個顏色都不一樣 對 我放下了第二個想拿第三個給大家看 這個顏色都不一樣 不是一致性的 那其實你看到其實我們在左邊 您的這個地方 大家看這個 它是用天藍色粉做的 哦 對 這個其實在IG上打卡 這個應該大家眼睛都亮起來了吧 對啊 它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紅橙黃綠藍電子的漸層喔 對不對 對 這個現在很流行嗎 很流行 嗯哼 對 所以我們這只是我們做好玩的啦 做好玩 對 可以投書 對 可是或許大家會對於做這種中式的點心 會覺得它的難度蠻高的啦 因為等於是它上面要有一個 像是酥一層一層的 對 就是油皮加油酥 然後把它包起來 那怎麼樣把這個顏色做得那麼乾淨 就比如說它也不會說好像那個 水彩盤的調色盤 喔喔喔這樣 技巧是什麼 油酥的部分要一個一個顏色去調 比如說我們的 像你 我們說這是鄉村風好了 等一下 比較深是鄉村風 對 那個是用天藍色粉做的 就是蔬菜粉做的 那這個的話是用天藍色素 食用色素做的 那這又是什麼風 呃這個叫馬卡龍風 馬卡龍風 就它的顏色會比較淡 馬卡龍風好可愛喔 馬卡龍風 食用色素 那這邊是天藍色素做的 可是兩個其實都很漂亮啊 對 而且這個都很跳 非常跳 然後所以你說等於是油皮跟 油皮跟酥皮是不是 對 油皮油酥 油皮跟油酥 這兩個等於是顏色要非常的分明 對 那在桿的時候也要很小心 很小心 就是你盡量就不要趕破 然後讓它的層次 其實你在桿的時候 我們把油酥包進去的時候 層次就出來 你在桿出來的時候 它的層次就要很明顯 然後你在做捲折 捲折的時候我們再換一個方向 然後再慢慢捲 我問你它很容易變成我剛才講的水彩調色盤嗎 有可能 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就是讓 每一次你在調色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要把它擦乾淨 嗯哼 好麻煩喔 擦乾淨洗個手 然後再換另外一個顏色調色 所以等於是在做這個 像馬卡龍還是鄉村風 它要花更多的時間 對 花比較久的時間 在這裡面小孩子可以幫忙嗎 當然可以 比如說在柔色的部分是不是 對 或者是說你在桿捲的時候 趕捲小孩子怎麼幫忙 就要走開一點 哈哈哈哈 可以啊 其實可以讓小朋友玩 對 因為我一直都認為 就比如說在親子 親子互動 走進廚房 這個是要被鼓勵的啦 就不管今天是做飯 還是做烘焙 都幫得上忙 揉麵團啊 即使是站在旁邊 攪拌一個東西 這些大家都可以一起來 除非你嫌他很煩 對 其實我們在這一本書裡面 有一個畫 書封給大家看一下 對啊 書封再給大家看一下 捲捲捲 蛋糕捲的擺變造型與風味 對啊 那其實你看到像這一個 這一個圖啊 這個也是 哈哈哈哈 這個圖是我小朋友畫的 蛤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可以做親子 就是我把小朋友畫出來的圖案 然後我畫 我把他畫在我的那個蛋糕裡面 把他捲起來 怎麼樣在蛋糕上畫圖案呢 我很難想像耶 對 聽眾朋友如果有追上YouTube的這段影片 會嚇一跳 我以為你是用轉印的方式來做蛋糕 其實不是 是手繪嗎 是手繪 他畫的是皮卡丘嗎 呃不是這個類似角落生物 他們現在小朋友很流行的一個角落生物的一個畫 叫什麼名字 角落生物 欸糟糕了 我真的是退流史了 哈哈哈哈 有聽過嗎 我們家立文 我們家立文在點頭 因為我們有小孩子 等一下啦 家蕙我問你 你這個是你一筆一畫描繪上去了嗎 對 蛤 我是用他的畫來畫 那你就是類似像在做那種造型咖啡一樣嘛 就是那個奶泡 你要想辦法把它畫描繪勾勒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但是這個是沒有美術細胞的人都可以做 因為他只要有一個圓圖 小孩子的圓圖對不對 對 然後 我可以知道你們家是妹妹還弟弟 妹妹兩個都妹妹 他什麼反應 他看到這個蛋糕的時候他超開心的 可是很麻煩的是他就這樣說 媽媽我要白胸我要什麼 你不能切掉 哈哈哈哈 請問這個蛋糕到時候怎麼吃 從中間橫剖下面可以吃上面要留下來 對就反正那一塊又變成要留給他這樣 可是這個圖案都是你手繪出來的嗎 對我手繪出來的 我都認為是電腦的轉 你知道有一種技術 你知道有一種做蛋糕的技術嗎 對 就比如說你可以把你要的畫像 他直接print出來 我都覺得你這個是一個print的技術 沒有欸這是手 所以要做多久 你要怎麼畫 用什麼顏色 然後用什麼工具 其實 喔好驚人喔 這個你說是蛋糕捲 不會有人相信啊 其實齁 你看到黑色 我們就是用可可粉調出來的顏色 然後他有其他的顏色呢 就是天然的色粉 或者是使用色素來調出來的 嗯哼 然後都是用手繪 那所以他是一個粉末狀還是一個液體狀 他就是麵糊啊 蛋糕打好的麵糊 我只是去調色 所以他是烤好了會上去 呃沒有 你看我現在都有點混亂了 混亂了是不是 應該是他是生麵糊再下去烤 烤出這個寶貝手繪捲捲 所以你看到我們一樣都會先打一個蛋糕的麵糊 打好了以後我們去調我們要的顏色 那你怎麼知道你烤出來不會變皮卡丘呢 還是說小叮鈴變小叮當呢 我們最後結束了對不對 我們沒有最後一段了 我本來還要回頭看我們家氣勢裡面 好啦聽眾朋友想要知道解答 就去買這本書 捲捲捲蛋糕捲的擺變造型與風味 為什麼他烤出來還是這麼可愛呢 好好奇喔 我們要結束了結束了 謝謝佳慧 謝謝佳慧 掰掰 掰掰 為什麼麵糊放進去烤不會糟筋 不會 因為其實我們的溫度不會調到很高嘛 然後他其實他不太 你再翻給我看 我以為是蛋糕捲捲好了 你在上面畫東西耶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畫在那個白包紙上 對我們就畫 你看喔 我們就下面其實就是墊一個白包紙 我們就在上面畫 這個咖啡色的 他就是那個麵糊調出來 用可可粉調出來的麵糊 然後畫好了以後我就上色 上了色你就稍微先去烤一下下 烤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多餘的那個麵糊就把它倒進去 我知道了啦 對 這個就是等於是蘇菠蘿的概念啦 對 就比如說你菠蘿 蘇菠蘿先做好 灑在下面 然後再把麵糊放上去 對 這個是先畫好的 你知道墊在最下面 那所以當你在做蛋糕捲的時候 他就是他的表面 對 可是他都沒有跑形耶 對 有沒有看到他沒有跑掉耶 還是圓圓的這樣 而且因為他變成蛋糕捲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還有毛茸茸的感覺 對 有沒有看到更仿真耶 對 對 這個厲害這個 我們這邊都有做 都有這樣 喔這個好可愛喔 對小熊啊 好不好你下次來的時候我要指定這一款 好 謝謝佳慧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很精彩喔這本書 而且可以讓親子都可以互動 你的女兒當然捨不得吃啦 要是我我也不要吃 對啊 這個已經不是吃的食物了 這個已經變成一種玩偶了 謝謝佳慧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掰掰 謝謝 謝謝